与小姐也是有转变 所以以前为了好朋友 也是两肋插刀那种 后来发现原生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 因为我以前就是 把朋友放第一位 然后可能有男朋友 或家人都是放比较后面 姐妹是最重要的 然后那时候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姐妹 年纪比我小 然后我就很照顾她 因为我以前就很希望 有一个妹妹 那我就有一个弟弟 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她 当自己的妹妹来照顾 然后因为她家境 比较没有很好 然后那时候也收入不稳定 所以我常常都会买东西给她 然后那一阵子 她叫那个男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但是不是因为我而认识 他们是自己认识 然后她说那我也认识 他们两个很常吵架 然后每次女生可能就会打来 跟我说什么男生的事情 然后男生也会打给我 我就变成是他们中间的 那种中间人 然后就会说你不要这样子 男生其实很爱你 然后我会跟男生说 你不要担心女生现在她没事 就是那女生情绪很多 有的时候可能我跟我爸妈在家庭聚餐 突然间女生就打来哭 一直到有一天 反正就是也是我们就 她还有她男朋友我 还有一些朋友在吃饭 她当时的男朋友就跟我开了一个很不OK的黄色笑话 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大得体 然后让我很不舒服 就有点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开玩笑 就当大家的面 对 然后结果这个时候我的那个姐妹 完全没有站在我的立场 马上说她就开个玩笑 你知道你有必要那么在意吗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怎么没有为我想 或是站在我的角度想 我有点吓到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 你怎么会觉得她是对的 她说没有啊 就是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心情有点不好 我说好吧那我先回家 我就自己就是坐上计程车我就开始哭 结果呢 她就传讯息骂我 就说你凭什么先走啊 你觉得你是公主吗 你觉得你家境好就是公主是不是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一直骂一直骂我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看到她就是po文 po在Facebook上骂我 就说什么 我开不起玩笑啊 我有公主病啊 什么的 就是一直骂一直骂 那我写了很长一篇 然后我觉得天哪 那我整个世界就是崩坏了 我就不敢相信 她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 对 然后我当时真的蛮挫败 就是觉得 然后后来我有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伤我很重 因为我真的 那时候我们很好了好几年 所以有点没办法接受 然后我爸妈就说 你就是太傻 你就是太爱付出 然后你就是自己学了一课 是 现在呢跟她还有没有办法见面或者是 我跟她其实都没有遇到过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朋友遇到那女生 但是那女生依然觉得是我的错 我当下不应该先说我先离开 她竟然还说我应该要给她一个盗窃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 大家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想法 我不会去勉强她 然后也希望她过得好 最后这句话 我希望她过得好是真的吗 是真心的 怎可能 真的真的 对啊 你这个阿费怎么这样 你讨厌一个人当然是希望说她很不好 还有真的喔 我不讨厌她 只是 你可以这样讲就说 就是我做不到 真的吗 对我会说我真的不喜欢她 但是她可以不要太衰 但是她也不要太好 没有 两个妹妹 妹妹妹 我们现在要 要昇华 要昇华一点 就是一定要这样讲就说 她一定要一直都这么好喔 一定要加油 一直这么好喔 我们要祝福她一直很好喔 你懂我说的吗 她最好一直要到这么好 就是她一直要永远是看别人是 不好的 不如她的 所以我们祝福她要一直很好 好 对 我怎么没听到我们这次 我们都要去讲说 我也不想她太好 因为这显得我们很没风度 但是我们祝福她要一直很好 要一直很好啦 要一直很好 可是我是真心希望她好 我也是真心啦 女生啊 女生的祝福好多层次啊 女生的心结很易事 我们讲什么你自己知道 对不对